在一场冬季风暴在美国加州带来数英尺的积雪后 一些加州居民仍被困在家中 促使该州州长加文·纽森在全州13个县发布紧急状态令 据报道 这一轮冬季风暴袭击加州几天后 周四早些时候 全州仍有7万多户家庭跟企业停电 虽然该州在本周末之前将暂时摆脱降雪 但预计另一个冬季风暴系统将在本周末进入北加州 美国国家气象局称 最近几天加州的许多地区都被大雪覆盖 上周一些地方的降雪量超过100英寸 导致当局警告居民可能会发生雪崩